美国媒体报道 目前白宫至少有两个地下掩体 保护总统和重要人物 那白宫的地下掩体究竟有多安全 来看今天解构新闻 欢迎收看解构新闻 上个月月底 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曾经两次躲进白宫的地下掩体 特朗普回应说这是假新闻 去的目的是视察而非避难 到底神秘的白宫地下掩体长什么样呢 我们来解构一下 白宫地下掩体 位于白宫东侧地下六层楼深的地方 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是一个可防核弹袭击的坚固的堡垒 外界形象的叫它白宫地堡 它正式的名字是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这个地堡是罗斯福政府 在上世纪40年代建造 当时美国正卷入二战 建成之后却很少使用 最受关注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 美国特勤人员担心白宫会受到攻击 安排多名重要人物到地堡避难 包括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 前第一夫人劳拉 时任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等等 后来官方公布了这些照片 也让神秘的地堡曝光 时任总统小布什事发的时候 并不在华盛顿 但是它之后也曾经到过地堡 911事件暴露出这个地下掩体的很多问题 包括设计的容量有限 人一多 二氧化碳的含量就明显上升 还有它并不具备视频会议的功能 于是白宫计划建造另外一个更大的地堡 2010年白宫西域附近的空地上竖起了围栏 当局表示这项价值3.75亿美元的工程 是为了升级地下水管道和电线 不过有媒体报道说 整个工地严防死守 承包商不得透露和工程相关的消息 进出工地的卡车上还进行了录音 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这个建筑就是新的地堡 它有五层高 具有独立的通风系统 食物供应系统 还有它的防护层很厚 与地面隔绝 即使受到核袭击 也几乎不会受到辐射的影响 这里的食物可以维持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些信息官方并没有确认 建造的过程在严格的保密下进行 除了坚固的地堡之外 白宫还有错综复杂的地道 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 总统也可以选择走地道离开 而且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 其中一条通往白宫附近的财政部大楼 另外一条通向的是南草坪 它可以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专用直升机 Marine One离开 不论是意外走红的地堡 还是神秘的地道 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美国总统和政府要员被团灭 最高层指挥系统崩溃 铜墙铁壁撑起这巨大的地下空间 到底有多安全呢 只有用家自己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